好,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片語 be aware of 的意思是意識到 它的意思可以等於be conscious of 比方說,most people are not aware of the danger of exposing themselves to sunlight for too long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注意到 把他們暴露在陽光底下太久的這樣子的危險 這邊的這個島莊巨型 記得它就是only開始 置於巨手這個島莊巨型 這個東西只適用在only它接上副詞類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島莊巨型才適用 副詞類的東西包括什麼? 副詞子句 像這些連接詞 再加上主詞動詞這樣的副詞子句 或者是介系詞片語 介系詞加上名詞的介系詞片語 或是單獨時間或是地方副詞 這樣子的副詞類的東西 才適用這個島莊巨型 那島莊怎麼個島莊法呢? 跟我們以前學過島莊巨型 就是主詞跟動詞導過來了 只是如果它的動詞是 逼動詞的話就是逼動詞接主詞 那如果它是一般動詞的話 就變成是 配合它人稱時 配合主詞的主動詞 先再寫主詞 再寫原型動詞 我們來看例句 比方說 only at that moment did I realize how poor my English was 只有在那個時候 我才了解我的英文有多差 那因為only at that moment 介系詞的片語的關係 所以這邊倒裝了 did I realized how poor my English was 本來不倒裝的話 意思應該是 I realized how poor my English was only at that moment 但是你把only at that moment提前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做倒裝 那我們看第二個例句 only when I have to talk to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did I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只有當我必須要去跟這個 英語的母語人士溝通的時候 我才了解英文的重要性 那這邊也一樣 這邊這個do跟i 它倒裝了 這邊就do I realize 就會這樣子去寫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only my grandmother has that apple pie recipe 只有我奶奶有蘋果派的食譜 那這個時候它就不用倒裝 為什麼不用倒裝 我剛剛說過only 它後面一定要接副詞內的東西 才有倒裝 可是這邊my grandmother 它是什麼詞 它是名詞 所以這個時候的on 這個時候就不適用於這個句型 就還是原本該怎麼寫就怎麼寫 那接下來such表示這樣的 我們看例句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就是沒有免費午餐這種東西 put limits on 是對什麼東西施加限制 比方說 it is wise for parents to put a strict limit on the amount of time their children spend on their smartphones 就是對於這個 那個父母來說呢 對於他們小孩 花在使用這個智慧型手機 這個時間的量呢 去加以嚴格的限制 這是很明智的做法 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剛剛說過的這個 某些動詞它後面接上帶的子句之後 那個主詞跟動詞 帶的子句裡面的主詞動詞的動詞 動詞的部分要原型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insist 堅持之外呢 也有其他幾個單字 像是建議類的suggest, advise,請求類的 ask, require, request, demand 或是命令類的order或是demand 這些動詞 它的後方的名字字 that的子句裡面呢 它的動詞要用原型動詞 因為你可以理解成它前面省略了should 好 接下來come up with 是提出或是想出的意思 所以後面常常會接計畫或者是想法 比方說 How do you come up with such a good idea? I have never thought of that 你怎麼樣想出這麼棒的主意啊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好,接下來 It has been said that tourism is a double-edged sword 這個句型其實是可以代換的 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它的意思其實等於 people have said that tourism is a double-edged sword 好,那我們純粹看第一個 第一個句子跟第三個句子 就是如果我今天 你看到這邊 這個it它是一個虛主詞開頭的句子 但如果我今天不想要用這個虛主詞 虛主詞的這個用法的話 我其實也可以直接用tourism 我帶著子句裡面這個tourism的主詞 來當作主詞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寫成什麼? tourism is said to be a double-edged sword 也可以這樣子寫 那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我們剛剛說過的一方面跟另外一方面 那有的時候呢 你可以只寫on the other hand就好 另一方面 因為on the one hand通常常會不寫 是沒有關係的 比方說on the one hand working part-time brings me some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it takes up a lot of my time 這邊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兼差打工呢 就是帶給我一些收入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它就佔據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當你的例句是要表達中一體兩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樣子的轉成語 好,最後這個pro... 沒有最後,倒數第二個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它也可以寫成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就是介系詞語序稍微調換一下而已 比方說 This school provides the students with a bilingual program 就是這個學校提供學生呢 就是這個雙語的課程 那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This school provides a bilingual program for the students 最後這個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 and B 就表示在A跟B之間達成平衡 It is 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pleasure 就是很難在工作和玩樂之間達成一個平衡 OK,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